相信绝大部分男生在年少无知的时候 都做过女生的备胎 却又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备胎转正 跟他聊天 他也会回复 甚至跟他出来玩 他也会欣然答应 总觉得女生好像是喜欢自己 又好像并没有喜欢自己 那么如何判断女生是不是把你当备胎了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先来了解女生喜欢找备胎的心理机制 其实这是和人类繁衍有关系的 男人可以随时播种 理论上可以有成千上百个孩子 例如古代的帝王 达光贵人 而且男生这种行为也是由基因影响的 每个个体都希望自己的基因能够延续下去 所以会尽可能增加交配的对象 就像动物世界里的狮子 野牛猴子 他们经历殊死搏斗成为部落首领 就是为了获得无限的交配权 而女人每月排一次卵 每年只能生育一次 一生最多只能生十几个孩子 这就促使 他们必须精挑细选 认真地对待每一次 所以这就有一个大前提 他必须在很多男人当中去挑选 于是会养一些备胎 如果有一个最好的 他就愿意跟他在一起 如果分手了 他又可以很快地找好下一个 因为女人他的青春和时间当入不起 他需要寻找更优秀的基因 这就是为什么相对来说 男生多情且深情 女生专情但绝情 那么如何判断女生 是不是把你当备胎了 一 只有你联系他 他很少主动联系你 除非是有需要你的地方才找你 平时不联络 第二 对你忽冷忽热 偶尔对你热情 又经常无视你 在微信上对你的回复经常是 嗯 哦 我去洗澡了 我先忙了 第三 只有你为他付出 他极少愿意为你付出 其实就是经常让你给他买买买 送礼物 要红包 而他却几乎不会给你买 第四 只有你对他的电话 生日 记得清清楚楚 而他却不会把这些放在心上 第五 从来不会带你进入他的关系圈 不会让他的闺蜜 朋友 同事 同学 知道你的存在 就算你提出要求 想要见他的朋友 他也不会在朋友面前给你面子 第六 从不会亲密接触你 甚至不会单独约你 即使把你交过来买单 旁边也有个其他闺蜜 第七 当你想跟他结束这种 只有你付出的不平衡关系时 他又会说 其实你在我心里真的蛮不错的 我挺感动的 但是我想看你 够不够真心 只要你再坚持一下 我就做你女朋友 永远的给你希望 却永远的不会让你上位 以上七点 你喜欢的那个他出现了哪几点呢 如果满足三点 那么你是备胎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超过五点 那么你是备胎无疑了 你觉得你可能会让你这些人 就是在我心里